好,我们开始了。 上官居士 中原记组摘、颤、超建的意义和方法。 孝是中华文化根, 静是中华文化本。 千万年来,中华文化依此二字, 生生不息,远远流长,海纳百川。 横遍十方,树穹三计, 过去无始,未来无终, 无有一法先知。 为此先于诸法, 此乃自信使然。 中原记组就是圆满孝敬之道的体现。 这一元气民间的祭祀节日, 逐渐演变成, 集合传统民俗, 道教中原节, 佛教于兰盆节, 三维一体, 三教一元的, 斋鲜鲜, 祭祖, 祭祖, 超见一世, 通称中原节。 将慎中追远, 民德归后, 谢罪自身, 拔渡九祖, 普渡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的, 如事, 道, 思想, 融合得天衣无缝, 成为了本世同根生, 自信之流露, 开花又结果的美好景象。 大惭愧弟子有缘, 寿命整理, 中原节的意义, 和在此期间, 修正自身的方法, 非常感恩, 护法大德, 胡居士的, 无比慈悲, 给不孝弟子, 如此殊胜的, 学习和忏悔机会, 现将所整理的, 浅显资料, 报告于此, 以期中原法会, 功德圆满。 甲, 中原节的来历和意义, 甲一, 汉民族传统的中原祭祖, 礼记记统约, 凡智人之道, 莫及于礼, 礼有五经, 莫重于记, 古人把祭祀, 作为诸礼俗中的首重, 礼记记法记录, 下后世, 帝皇帝, 而交滚, 祖专须, 而踪于, 指出, 早在夏朝, 对祖先的祭祀, 已经存在, 古有四十祭祖, 春月, 夏地, 秋长, 东征, 过时不济, 则施为人子之道也。 七月十五, 祭祖有其特殊的时节含义, 七月原是小秋, 若干农作物成熟, 民间案例四祖, 用心米等寄贡, 向祖先报告秋成, 请祖先品尝心米, 以示孝心。 弟子归中,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不仅是侍奉双心于生前, 身后更是持孝道不变, 时时处处, 先祖宗, 先父母, 后子孙, 知恩报恩。 秦汉有奉长一职, 属九卿之一, 其直观名称, 即源于奉命让祖先长心之意。 南朝, 荆楚岁时记里, 记载的七月十五日记祖, 根源于古代的驴记, 即以新骨记祖先。 汉代的驴记, 在历秋日, 后汉书刘玄传, 卷九十一, 欲以历秋日, 出驴时, 共结更始。 可见, 用新骨记祖, 由来已久。 但, 秋长祭祖日期, 在魏晋时期, 才逐渐固定在农历七月十五日。 民间也有七月半的说法, 意为, 从七月初一到十五, 持续献贡, 祭祖超建。 有些地区, 如云南诺邓村, 至今仍保留着七月半的祭祖习俗, 成为一年中除春节之外, 持续时间最长, 规模意义最大的传统习俗。 更有七月夜里, 路边点星星之火, 河中放灯, 并提供鞋子等习俗, 普渡鬼魂, 为其引路, 给恶鬼施食的耀紧之士, 民俗为之, 施孤。 南北朝时期, 言之推所转, 言世家训, 享誉千秋, 开后世家训之先河, 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珍贵遗产。 历代学者推崇备制, 视之为垂讯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 更纳入四库全书子部。 这部《家训之组》中记载, 若报网极之德, 双鹿之碑, 有时斋供, 即七月半鱼栏盆, 望于如也。 这段教诫严氏子孙的家训, 更是真实有力地体现出, 当时儒家习俗和佛教于兰盆会 已经完美融合, 深入民心。 甲二, 道教中元节的演变过程。 中元节, 渊源于道教三观和三元日。 三观大地即天观, 地观水观, 亦称三观。 世俗有说, 天观为唐窑, 地观为渔顺, 水观为大雨。 道经称, 天观赐福, 地观赦罪, 水观解恶。 三观的诞辰日即为三元日, 故以农历的正月十五为上元, 七月十五为中元, 十月十五为下元。 北魏时期将三观和三元相结合, 出现三元节。 大约随唐后, 才出现单独于中元日举行大献仪式的中元节。 唐代三元节由皇帝下赤天下诸州, 尽图三日。 三观十宿, 称为三观宿。 道藏记载, 中元之日, 地观、 沟、搜、 选众人, 分别善恶, 与其日夜讲诵试经, 十方大圣, 其永灵篇。 囚徒恶鬼, 当时解脱。 以三元品戒经, 三元谢罪之法, 中元节就成为忏悔谢罪自身, 拔渡九祖恶对罪根, 把亿万祖先长夜之魂的道教重要节日。 佛教鱼兰盆会传入中国, 发展于中国, 融入中国。 余兰盆会源于佛说余兰盆经。 余兰二字翻译为解道玄, 是极苦的意思。 这是一种比喻, 是人死后, 堕落于三恶道中, 如恶鬼道中的众生, 似被盗悬着一样, 极为痛苦。 用盆器成着各种百味美食, 恭敬奉献佛僧, 成长三宝, 不可思议福田之利, 以解救先王道玄之痛苦。 我国最早行渔兰盆会, 传说是在梁武帝时代, 据佛祖统计卷三十七寨, 大同四年, 地姓童太寺, 设于兰盆斋。 世事六帖也记载有, 梁武帝每逢七月十五日, 即以盆施诸寺。 自此以后, 未成风气, 历代帝王臣民多尊佛赤, 新渔兰盆会, 以报答父母祖先恩德。 甲寺, 三教一元的中元节。 民间, 民间七月祭祖习俗, 与道教中元节, 佛教渝兰盆会, 皆以孝敬为根基, 以供养 忏醉 普渡为主题内容 三教一元 祖德流芳 中元普渡 如今的中元节已成为 如 世 道 三维一体的华夏民族传统节日 2010年5月18日 在中国文化部公布的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推荐项目名单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申报的中元节 朝人渔兰盛会 被列入民俗项目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中元祭祖斋 颤超建的宗旨和方法 在整理这篇报告时 更清楚地认识到 道教和儒 佛 一样 原本都是教育 佛陀佛 佛陀的目标是培养一切众生成佛 儒家的教育目标是成圣贤君子 道教的教育目标是成仙做天圣 道教以学道 修道 行道为本 学道者 规一 道 经 师 三宝 道宝 太上三尊也 经宝 三栋四福真经也 师宝 十方得道众圣 这与佛教的佛 法 僧 三宝 不谋而合 都是教法和正法的核心 中元祭祖是儒 世 道 三种教育的完美结合 因此 若要圆满此功德 必依据正确的教育宗旨和方法 我静宗学人以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 和科著为教材 以发菩提心 以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旨 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最终目标 于一切时 一切处都不忘此本分功克 因此 大惭愧弟子引用《无量寿经》中 一字决一字决 洗除心构 言行忠信 表礼相应 人能自度 转相整计 时当念佛 度 未度者 这两段经文 阳述中原祭祖 斋 颤 超见的方法 以一 中原祭祖圆满与否守在发菩提心 无量寿经 世尊所言 一字决断 就是讲发菩提心 劝导一切众生于生死轮回 有正确的认知 抉择自己此生是要仗佛力 转迷为物 还是继续靠自立 轮回颠倒 道教的三原节和中原节也都是讲究 忏悔谢罪自身 拔除自身罪根 渡亿万祖先 长叶之魂 儒家民俗中的秋长祭祖 以辛米供养 请祖先品尝 除体禄深厚的孝道根基外 更展现出民族勤劳的美德 后世子孙若不发心勤劳耕作 次年秋长时节 只能眼看他人过时丰收 而自己的祖先也因此蒙羞 可见 三教中原祭祖的基础都在发心 子孙后代 自当端身正义 自当忏悔谢罪 自当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真为了生死出三界 真为妄生极乐 则信之寄身 发愿必切 行之才有力 因此印祖文超有言 古语云 聪明 聪明不能敌业 富贵其勉轮回 生死到来 依无所靠 唯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言 人能自度转相整计 拔除自身罪根 方能拔度祖先罪根 因此 中原祭祖 守在发菩提心 真信极乐世界 真愿往生极乐世界 究竟圆满 一生成佛 以此发心为宗 成就圆满 普度 功德 以二 中原祭祖之贡斋法 重在心斋 自古以来 无论是传统民俗 道教中原节 佛教于兰盆会 都离不开贡斋 现供仪式是祭祖的 重要环节和内容 如 士 道 三教的教学 都注重实行 严氏加训 就提出 学贵能行 净土法门 更着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心动念 因此 现供仪式 就如同后世子孙遵守佛训 祖训 家训 然后拿出学习成果 供养佛陀和仙祖 供仪式 所摆放的物品 只是一种象征 若无 洁身自好的品德 心得开明的见地 了脱生死的把握 当生成佛的信愿 供斋 就形同虚设 就违背了三教均注重实行实修的教学理念 无量寿经 士尊在开示一字决断后 就提出 洗除新构 这就是 中原祭祖供斋的重点 实际在于 洗除新构的新斋 道家浑原皇帝圣祭云 按诸经 斋法略有三种 一者 涉共斋 以积德解迁 二者 结实斋 可以和神饱寿 四位 祭祀之斋 中事所行也 三者 心斋 为疏伦其心 除世欲也 凿雪精神 取慧蕾也 抖击其志 绝思虑也 夫 无思无虑 则专道 无事无欲 则乐道 无慧无累 则和道 即 心无二想 故曰 遗志焉 盖上士所行也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绝欲去忧 洗除新构 革物智之 心无二想 以心归命 阿弥陀佛 此为真供斋 以此功德 现供于诸佛菩萨 自自僧众 和一切隆天护法 先祖长夜之魂 饿到极苦之罪 方能得以解脱 一切众生 本为一体 我之罪根 即先祖之罪根 先祖之罪根 即我之罪根 我之罪根 拔除 先祖之罪根 即拔除 我一心归命 阿弥陀佛 我心 即 阿弥陀佛 即乐 依正 庄严 即在我心中 我 心怀 先祖 先祖 即在我 自心 即乐 净土中 七宝池 莲花盛开 庄严 海惠 盛重 君为我 自心 拔除罪根 清净 平等 绝 所变现 佛心 先祖心 我心 三心是一 一 即真心 一心归命 阿弥陀佛 为此 心斋之法 乃正真心之道 一 三 祭祖念佛 心不能归依 再于 生死心 不切 凡是不能 凡是不能 洗除心构 没有 真诚心 祭祖 时 无功德 可言 无功德 则 无共 可现 念佛者多 心能 归依者 甚少 原因 在哪儿 在于 生死心 不切 印祖 在文钞中 有警示 天灾人祸 无有底级 十足为 三界无安 犹如 火宅之正 一 堪为 信愿念佛 往生西方之 最切 谨侧也 念佛 心不归依 由于 生死心 不切 若作 将被 水冲 火烧 无所救援之想 即 将死 将躲 地狱之想 则 心自 归依 无需 另求 妙法 故 经中 缕云 丝 思 地狱之苦 发菩提心 此 大觉世尊 最切要之开示 喜 人不肯 真实思想耳 天下间 最不愿散去的宴席 非 亲情莫属 大觉世尊 最切要之开示 我等 却因 还喘息于世间 而未能 思地欲苦 未能 生大警觉心 因此 念佛 心不能归依 感恩我 至亲 长辈 家亲 以其 死 视陷于我 引我 快快 念佛 同正 永托 生死 轮回之大事 看似 是我亲友 真实 为我怜有 所以 印祖言 能 真念佛 即为 报恩 无始节以来 一切 家亲眷属 冤亲 债主 今于此 中原法会 一时 聚来此处 乃 百千万劫难逢的 画 画恩怨染业 为 往生敬业的 绝佳机会 当 做 报恩响 当 做 出离 三界 火宅响 当 做 西方 莲友 救我于 生死 大结响 老老实实 真念 阿弥陀佛 定蒙 弥陀 赦寿 拿到 往生 宝票 义子 往生 极乐 生生 世世 先祖 生生 世世 冤亲 同正 极乐 妙果 真实 不虚矣 义子 中原祭祖的 忏悔法 就是守住 孝 词的根本戒律 道教尤其注重因果教育 强调 善恶果报 为人自招 乘除分明 毫里不爽 而 七月十五 中原节 帝公赦罪的本怀 在于 慈悲惠吏 最苦之重 讲求 改心 方能 改静 有言 学道之人 莫不持戒 金钱 以积累 功 横 三元节的 三元斋 即是依据 三元品戒经之 三元谢罪法 而来 严持其一百八十条戒律 以改过谢罪为颤 佛教于兰盆会 七月十五 是解夏日 又是 佛欢喜日 亦是 众僧自自日 僧众于此日 结夏安居已毙 便在大会中 任由众人 赐举自己所犯之罪 并对着其他比丘 做忏悔 叫做自自 又名随意 即可以任由他人 随意检举自己的罪过 当日 一切盛重 均经持律仪 身 口 意 三叶清静 这时候 社斋共僧 功德最为殊胜 佛教和道教 于此特殊节日 均以 严实戒律 为忏悔改过 道家共寺 严实地顺 即 顺 为中原二品 赦罪地观 清虚大地 顺 于儒家 有特别意义 孟子 继孔子之后 于儒学的巨大贡献之一 就是推崇 顺的孝道 顺 顺 生活在 富丸 母霄 相傲的环境 然而 却以其真挚的 慈 孝 是欲杀 不可得 即求 常在策 其美名 更古流芳 可见 地观 地观的品德 即是 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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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慈 慈无不胜 孝 是一切善法的根 慈 能化一切劫难 唐代 唐代 三元节 皇帝 下斥 天下诸周 进途三日 也是 慈的表现 所以 孝 慈 是忏悔改过自身的最根本戒律 无量寿经中 世尊在一字决断洗除新构之后 即宣说 言行忠信 表里相应 这句话就是忏悔改过的戒律 我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尽虚空辩法界 第一孝子 我本来是尽虚空辩法界第一词式 现在 我迷惑颠倒在外表 但我真心并无改变 所以 言行忠信 表里相应 就是 恢复我本来的孝 此 以此为根本戒律 孝 当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我父母 此 以一切众生为佛菩萨 为我一人实事凡夫 礼敬 礼敬 参加法会 及其他一切有缘众生 如同礼敬 阿弥陀佛 赞叹参加法会 及其他一切如法修行众生 如同赞参参加阿弥陀佛 对参加法会 对参加法会 对参加法会及其他一切有缘众生 其他一切有缘众生之功德 决定不嫉妒 不障碍 不毁谤 如同随喜阿弥陀佛之无比功德 其请 与其他一切明师 转法轮 红正法 传净土 如同其请阿弥陀佛为我导师 至成其请师父上人 及其他诸佛菩萨 长久住世 如同其请师尊 助世 为我说法 老老实实做学生 愿参加法会及其他一切众生 长随佛学 随此阿弥陀佛圣号 心自归一 直至临终最后一念 不忘此万德鸿鸣 恒顺参加法会及其他一切有缘众生 令所到之处便吉祥 无忧恼 放下自我一切身心所虑 只为众生欢喜便是 将法会中所修功德 将法会中所修功德 及其他一切功德 普通过 普通过一切功德 普通过一切功德 其他一切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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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拔设罪亡魂 表达了建立六合径僧团的义趣 体现了六合径僧团 延迟戒律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量 而七月十五字字日的时间安排 隐身含义甚远 下安居结束最后一天 以出家人自己 皎洁心形 延迟戒律的神圣仪式 以保下安居修习善法 功德不失 以此完善建立和和僧团的制度 这些都与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一书所宣导的 和和理念相一致 同时可以看出 和和僧团的建立更是 离不开严格的戒律制度 张家大师常常跨在口中的 戒律很重要 就体现在此 没有僧团 佛法就失去载体 不能洪传 没有严格的戒律 和和僧团就无从建立 没有和和僧团 正法就难以注视 因此戒律是佛法的生命源头 和和僧团于静宗而言 无不是以发菩提心 以向专念阿弥陀佛为正念 为保此念佛功德不失 必忍人所不能忍 无量受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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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愿不倦 忍力成就 今发心护持正法 护持禁宗 护持中原祭祖抄见细念法会 于法会期间 一切时 一切处 修忍辱 不与人辩解 不与人征诵 不与人埋怨 不与人邀功 不与人还手 任凭凭 任凭一切人 一切事 有时公正 冤枉于我 都欢喜接受 感恩戴德 五世节以来 因不修忍辱 所修善法之功德 均化为云因 今信有贤功 为我做忍辱仙人的鲜活榜样 愿以此为契机 做好本分工作 决定于法会期间 成就圆满忍辱波罗蜜 以此回向 抄拔先祖亡灵 回向 僧团 和和 正法 久住 回向 一切众生 尽此一生 皆成 阿弥陀佛 丁 总结 凡参加法会的大众 或护持法会的工作人员 首先 一字决断 发菩提心 其次 洗除心垢 种在心斋 死地狱之苦 一心归一 阿弥陀佛圣好 然后 遵守 孝 孝 祠 的根本戒律 言行 忠信 表里 相应 看一切人 皆是佛菩萨 为我一人 为我一人 时事凡夫 礼尽诸佛 赞叹如来 广修 共养 忏悔 业障 得尊 普贤 最后 修六合径 和和一切有缘众生 令正法久住 忍力成就 后继 这篇报告 因缘特殊 更不敢怠慢 虽广察历史年代出处 多方对比 亦难免出错 遗漏 不懂者不敢不敬 在此期间 业障现前 令文稿 废时 颇多 白天 念佛 夜里 拜佛 克服困难后 才体会 不拜佛 不知 傲慢 心重 不念佛 不知 生死 世大 不精进 不知 岁月 非是 不受苦 不知 感恩 待得 念老 生前 曾说 不能图 安逸 你看 大金柱 草稿 多少 诗的痕迹 都是汗水 和泪水 是呀 不知 汗水 和泪水 的滋味 怎会珍惜 今天 稀有难逢的 得度 机会 怎会了解 这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自信 能量的 中心点 唯有念佛 才是真 报 恩 以上 是大惭愧弟子 上官的学习报告 愿意虚心 接受 师父上人 和诸位菩萨的一切批评指证 不尽感恩 阿弥陀佛 我们刚才听了上官的这一篇报告 非常有价值 他也很用心 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完成这一篇 完整的报告 这个报告 应该印成小册子 广为流通 中原集足 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一桩大四 阿中国文化之优秀 十多人都挂在口上 优秀在哪里 要落实 落实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祭祀 祭祀的意思 不忘本 不忘本 阿能语里面说 明德归厚 我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本忘掉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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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唐恩比所说的 走到了三叉路口 一条是深路 一条是死路 那死路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你灭绝了 那为什么会灭绝战争 未来的战争是核武是僧化 核子弹爆发 空中连我们肉眼 甚至于显微镜都看不到的细菌 在高温之下 全部都灭亡 那是最确定的 消灭圣服 多么可怕 那么第二条路 唐恩比说 人类必须救护 彻底放下贪婪 彻底放下贪婪 还得要世界 统和 成为世界国家 啊 什么人有能力 来承担这个使命 他在晚年 非常相信 非常相信 有坚定的信心 他说 这个任务 必定是中国人 他举出历史的证明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啊 他的这些观 很多观念 是从中国远古历史 而来的 得到的结论 啊 中国 在历史上 富有圣民的 是周朝 啊 下上周 下四百年 上六百年 周八百年 周八百年 但是 周朝八百年的最后 五百年 春秋战孤 乱世啊 啊 苦不堪言 啊 熬过这五百年 这五百年 这五百年 诸侯 不听 周王的话了 啊 啊 各自为真 互相 蒸发 啊 战争 不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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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 这个世界 就像是 中国古代的 春秋战孤 那么他老人家过世 是 是 1975年 他八十五四 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 他完全看到了 他说 他说 二战之后 地球上主权国家 只有四五十个 二战 二战之后 啊 他还在世 他所看到的 一百多国 一百多国 啊 几乎增加了一倍 许许多多的殖民地 啊 都变成了 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越多 就像春秋战国的祝侯 啊 他们会竞争 竞争升级就斗争 斗争升级就战争 那要避免战争 唯一的方法 就是大鱼童 啊 世界变成一个国家 啊 像中国下上周一样 他是这么个想法 这想法也很有道理 啊 为什么说只有中国来捅护呢 捅护 不用战争的方法 是用道德感化 啊 他看到历史上 汉朝 唐朝 在最兴旺的时候 周边的小国 都自动的归附 不是用武林的 啊 自动的来抄够 来归顺 啊 听中国领导人的教会 他相信这段历史 他相信这段历史 中国人有智慧 啊 有同意的智慧 有同意的理念 有同意的方法 有同意的成果 有同意的经验 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没有的 非常可惜 他一生 没有遇到群属之药 如果他要遇到群属之药 一定就直接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 那我这一次 到台南来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将这本书 这本书日本人写的 叫未来 啊 这将世界的未来 属于中国 日本人写的 啊 这个词字好 把汤恩比 对于东方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 这些言论 啊 在 出版书记里头 或者杂志里面 报章里面 统统收集起来 编成 这个小词字 啊 题目叫未来 属于中国 非常有价值 啊 这个本子是国内出版的 很早了 啊 我看到这个本子是同学们 在香港 中文大学 图书馆里面 看到的 啊 借出来 我们把它整本 印出来 啊 这个 印着一个小词子 啊 原书 还给图书块 啊 这是得利于现代的印上书发达 很方便 印一本也行 啊 我在这段时间里面 把它从头到尾 看了两遍 我觉得这本书 全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要看 啊 我们要把星亮脱开 不能搞自私地 自私自利是死了 啊 那么中文 记住 这个发挥 他的精神 提倡小头 小 是自信点 中心点 啊 中国传统文化 就从这里发出来 这个是过去 我讲的很多 啊 中国传统文化 从哪里 发生的 无人里头 父子有亲 那这个亲爱 是自信的 是从真心发出来的 它不是往心的 这个里头 没有附带条件的 啊 那 换一句话说 这个心 父子亲爱 啊 在什么时候 我把它拉到一百天 人生 败事 其路正常 啊 啊 小孩出生一百天 还没有分别 啊 当然没有支柱 啊 每一个人去跟他接触 他都欢喜 他用真心对待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这天真啊 这真正 纯粹的天真 啊 你看 他对他父母 啊 那种真真真爱 对一切人 也是那样的真真爱 他没有分别 他不认识 谁是母亲 谁是母亲 一百天以后 慢慢认识了 认识 他就不要怨恶了 他心就不清静了 那一百天之内的时候 没受怨恶 所以非常清静 啊 啊 中国 老祖宗 看到了 啊 这个天真 比什么都可贵啊 于是想到 这天真好啊 如何能将这个天真真爱 啊 自信留出来的真爱 这个爱 这个爱是什么 是佛的慈悲 是神神的爱 是上帝的爱 啊 啊 是自信里头的第一个德 根本的德 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个爱心里头 流出来的 啊 一切善法 所以有一切不限 从阿赖也流出来的 阿赖也密了 忘心了 那老祖宗了解这个状况啊 就想到啊 如何能将这个 这种真爱 真心 抱持 永远不丧失 他慢慢长大 慢慢受社会的任务 天真就 越来 越严重了 啊 所以教育啊 从这兴起来了 啊 怎么教 我们今天叫扎根教育 啊 古人叫太教 要求 要求 母亲怀孕的时候 就要用真心去爱这个 太儿 啊 其心动念 不能有偏邪 啊 为什么 影响小孩 啊 啊 他又特别举出 文王的母亲 我们相信 像文王母亲 那种人 很多啊 啊 周家在开 这个开国的时候 这个开国的时候 啊 孔子对于文武周空 啊 特别是周空 咱们 赞叹被指 啊 啊 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 不 不 不失我死 而不听我意 啊 啊 口不出傲言 啊 佛家讲的身口意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佛菩萨要求我们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这就是用真心 真正能做到 啊 眼看东西亲亲 尔闻阴身 啊 亲亲 啊 言语如虎 像文王无情 太人 不失我死 不温 淫身 淫意识过分 啊 过分的 都叫淫 啊 无论是爱好 还是讨厌 不能过分 啊 过分就不好 啊 口不出傲言 小孩生出来之后 要照顾好 啊 为什么 他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模仿 在学习 啊 你不要说他不懂事 那你就想错了 所以 孩子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都是 都是 纯正 没有邪窝 要看多少天 要看一千天 就是 三岁 从 出生到三岁 母亲 观照啊 啊 一切邪窝 他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 没有接触到 所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 这个更早的好 所以 他到三岁 他就有能力 辨别协政 啊 正的他接受 不正的 他会扮 啊 古人 厌于所为 三岁 看八十 三岁就更炸下去 八十岁都不会改变 这个难得了 是更多厚 为什么古人有智慧 现在人 没办法想必 可是现在人为 古人不懂科学 啊 认为现在人 聪明智慧超过古人 错了 啊 知识超过古人 智慧不如古人 智慧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啊 知识是学来的 是从见闻学来的 啊 智慧 现在学校所教的 知识 不是智慧啊 啊 啊 那么中国古人教的 是教智慧 啊 智慧不是老师教的 老师有方法 诱导你 让你自己开悟啊 所以读书千遍 其一自见 自见就是智慧 开悟了 啊 怎样开悟呢 心 心清净 心平等 就开悟 清净是定 平等是定 无量手间 尽体上的 清净平等 啊 持戒得定 开智慧 绝绝开智慧 啊 啊 所以用什么方法 修解定会 修解定会呢 用读诵的方法 知识分子 喜欢读书 用读书这个方法 修成定啊 啊 教你天天念这一本书 啊 不能念太多 太多什么 会打往下 一本书 念得很书 啊 不要求解义 意思 让他自己出来 只管去读 读的时候 读书了 不定遇到什么机遇 火燃大 全明白了 这一本书明白了 一切书本 全都明白了 所以一间通 一切尽通 那一切通了之后 初世间发通 世间发也通 这叫真知规 这是佛门教学的方法 东方圣贤教人的方法 现在这个方法 没有了 你跟人讲 没人相信啊 怎么会开悟 海贤老伙伤给我们表演 他开悟了 他用什么方法开悟 一句阿弥陀佛 念了九十二年 一天到晚佛号 没失掉 心里的初阿弥陀佛 什么也没有 所以他一句佛号 念到清净心 念到平等心 大扯大悟 明心接心 明心接心 试出世间法 没有一样不知道 所以他说 他什么都知道 就是不输 那师父教他 不能输 说出来没用 别人不懂 他听话 他真做到了 似乎教得全做到了 非常难得 所以上官这个东西 我建议在中 中年节的时候 印成小厕子 口袋数 可以放在身上 非常重要的 一份 孝道的教材 他很用心 非常圆满 把如是道 降潜出了 最后如是道 融成一体 成为中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 那么参加中年节 之前 一定把这个 看几遍 那么他所提到的 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要发心 那发什么心 一个是笑 一个是劲 你要是不能够了解 记住的精神 意义之所在 这个小劲心发不起来 那么这一篇东西 你念上个十遍八遍 也许帮助你 把孝敬心 留出几分 那每一年中年节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年比一年 殊胜 一年比一年提神 这是好死 宗教里的基点 用意很深 古神鲜鲜 教的 不是教的 尖人 跟古人比 圆圆比不上 除了科修技术 甚过古人之外 其他的 像孙中山一人所说的 西方跟中国相比 除了机器之外 语言不如中国 他把东西放东西 研究透彻了 唐恩尼是个学者 他说出来了 写出来了 写得非常之好 孙中山先生忙于革命 没有时间写 如果有时间 把他对东西放 文化做比较 这一类东西 都写几本书 不一样了 他说了这句话 我们看 唐恩尼的住所 唐恩尼把 中山先生的话 真实了 真明了 孙先生的话说的 一点都不错 要不然好起来看 要不然好起来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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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